这放眼整个娱乐圈或许没人比杨清文老师还适合出演日本军官的吧 这不妥妥抗战剧专业户 先如今只要谈起杨清文 观众刀海中出现的第一印象永远是他出演大佐的画面 这些年下来他一共演了85个八个角色 其中剖腹自尽有29次 被枪击25次 被炸没16次 其他死因不明有十几次 这是我演的第85个八个亚洲 你看看 而在演艺圈走过的十几年里 现在的杨清文老师也从一个普通军官走到了甲级战犯的地步 除了名气越来越高 军衔也是平不清云 就连小日子本地人的实业浩二在他面前都像极了新兵蛋 可起初杨清文还只是个大巴司机 因为在亮剑的剧组中跑后勤 无意间听了导演说 需要一个会点日语的配角 那使得他刚学会一点 于是直接无眠式上岗 看了你那个亮剑 相中你了 让你来演戏 然而都说杨清文的戏路窄 可他出演的电视剧却多得离谱 因为上头要求 抗战剧每年都要产出几十部 这可是指标啊 所以说杨清文的戏路就是一份铁饭丸 那是怎么也断不了 但一年多的时候要演十部 最多的呢 还是演日本人 但正因如此 也导致杨清文的演员路 每年是节节攀升 好比普通人从科员到正处 可能需要一辈子 而他从新兵到甲级战犯 不过短短十几年 甚至他还客串了《甄嬛传》中 给安玲戎熏爱宝胎的太医